人体肠道内每天都在发生的异常战争 结果关系着人体的健康 如果坏的细胞长时间获胜 这后果可就不只是腹泻这么简单了 还有可能变成癌症 便秘腹泻都该如何处理 直接吃药啊 这个消炎类的药物能够治疗腹泻 这一片不行就两片 直到吃好了为止 专家说了这个方法大错特错 如果长时间这么做 就当等于给我们人体埋雷 不一定哪天这个雷就会爆炸 通过粪便观察肠道健康 本期节目带你辨别最易被忽视的傻瓜癌 这是一场史诗级战争的决战时刻 这是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 这样的战争在我们每个人体内进行的 每一天就要发生上万一次 战场是曾经健康的人体细胞 其中更细微的结构病毒 突破细胞防御释放出克隆军队 而这支军队的唯一目标就是 增值并摧毁更多的人体细胞 导致其疾病甚至死亡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阿智 节目开头提到的这个人体内部的战争 相信大家都挺好奇的吧 其实我通过小片来看 我觉得这好像是一个人的人体内部的肠道结构 小鱼说的没错 在我们的肠道内部呢 每天每时每刻都在经历着一场战争 这就像星球大战一样 好的细菌和不好的细菌打作一团 但是这一旦某一方战败了 可能就会有不好的情况发生了吧 那这不好的情况可能就是便秘 或者拉肚子吧 你们可别小瞧这小小的腹泻 这确实是身体里好坏细胞斗争的结果 但是如果坏的细胞长时间获胜 这后果可就不只是腹泻这么简单了 还有可能变成癌症 这么怕呀 所以这长时间的体内战争 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我们有请今天节目的特邀嘉宾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 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林连杰教授 掌声有请 明年节主任医师 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 沈北院区第二内科综合病房副主任 中华消化新生联盟第一届联盟理事 辽宁省免疫学会 消化免疫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辽宁省免疫学会青年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主持人好 陪诊团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您们的老朋友林林杰 欢迎林老师老朋友来做客 还是先给咱们观众送一波福利吧 就是我们节目的惊喜福带 每天打进电话的前20名观众 就有机会获得由辽宁北方频道 健康朋友圈提供的2022年精美台力一份 说到这个惊喜福带 说到这个口令 智姐呀 这个口令什么时候发布啊 别着急呀 八分钟后 将由今天的主讲嘉宾 为您揭晓福带口令 圈友们一定要锁定节目 牢记口令呀 只要不转台 福利天天来 福利咱们给大伙送完了 该道理老师给咱们圈友 解决问题的时间了 您先给咱们圈友解释一下 林老师 在我们的这个肠胃里 在无时无刻不打仗的 这个好细菌和坏细菌 都是什么呀 我们把它人为的分为 第一个是我们的朋友 也就是刚才说的有异性菌 比如说双气感菌 乳酸感菌 它可以辅助我们消化各种食物 保护我们的肠道 所以很多益生菌中 就是这个品种 第二个就是刚才说到的坏人 敌人 也就是有害细菌 致病菌 沙门士菌 致病的大肠感菌 它是我们的健康破坏者 本来不属于肠道 一旦进入我们的肠道 腥风作浪 导致了腹泻 食物中毒等等症状 第三个就是中间分子 就叫奇强派 它叫气会致病菌 比如说肠球感菌 肠感菌等等 它们呢 属于我们肠道的不稳定因素 当我们肠道健康的时候 它就很安分 帮助有益菌 帮助人体的代谢 但是一旦是有害菌 占到了主导地位呢 这些细菌就开始帮助敌人了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 这细菌里还有一个墙头草 那我想问一问 问问小鱼 如果这个腹泻了的话 你觉得应该怎么处理 我一般都是无视它 吃一点清淡的 一天两天呢也就是好了 或者直接吃药啊 这个消炎类的药物 能够治疗腹泻 这一片不行就两片 直到吃好了为止 我感觉小鱼啊 你只有做法代表了大部分人 都觉得拉个肚子 最多吃点药 没事了 也不会觉得能怎么样 这种做法 老师你说它对吗 如果这样去吃消炎药 一定是大错大特错的 因为呢 第一它容易忽略 我们肠道的一些疾病 失去早期发现它的机会 第二个 如果长时间这么做 就等于给我们人体埋雷 不一定哪天这个雷就会爆炸 发展成让你毫无症状的结肠癌 拉个肚子也能变成癌症嘛 老师我觉得没有这么严重 对呀 实际来讲就像小鱼说的 如果牛鱼有点拉肚子 吃点药可以缓解 但是呢 如果你吃的是抗生素 要注意这个抗生素 进入我们的肠道内 它不会识别这个细菌 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 它能做到的是全面打击 好人和坏人都给你消灭掉了 当你的这种平衡状态 完全打乱之后 我们就说肠道菌群失调 肠道里的内环境也不好 这些致病菌 和刚才说的墙头草的 机会致病菌 对于你的肠道 就会产生长时间的 一个炎症损伤 这种炎症损伤 如果不遏制的话 慢慢的一点点演变 会可能产生 蒸生 吸肉 如果再不去控制 发展下去 就有可能产生癌变了 那老师 你说这个还真挺吓人的 就是我之前就听说过 这个肠癌 还有一个别名 它叫做傻瓜癌 这什么原因 会给这个癌症起的 这么 是这种名字 就怎么描述它呢 这个实际是我经常遇到的一个咨询 很多人说我没有什么症状 我咋就出现了这个 就出现肠癌了呢 对啊 然后很多人呢 是说我出现了 变血 拉肚子 瘦了 我才去医生 结果发现就已经是晚期了 对 在这里面我们要注意 在中国早期肠癌的诊断率 低于10% 多数人发现就是进展期 晚期肠癌 即使接受了外科手术 5年的生存率低于40% 什么概念来说 10个人得癌了 5年之内超过6个人会死亡 活的人不多 那么那是这个肠癌特别厉害吗 不是 实际是这个肠癌 如果早期治疗 5年的生存率能达到95% 甚至完全治愈 那为什么死亡率这么高 死的那么多呢 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发现晚了 他早他也不发现 早不发现 那肠癌之所以被叫做傻瓜癌 就是因为它是最好预防的癌症 但是也是因为 它是最容易被忽略忽视的 所以它同时也是 致死率极高的一种癌症 那这个最容易被忽视的傻瓜癌 我们要如何预防 还如何预警呢 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先卖个关子 为什么呢 因为呢 现在我们开福袋 送福利的时间到了 前20名打入电话 02423186065的圈友 说对福袋口令 就可以获得 两年北方频道 2022年精美台力一份 今天的福袋口令是什么呢 请林老师为大家揭晓 今天的福袋口令是 最易被忽视的傻瓜癌 这个口令您记住了吗 只要不准排 福利天天来 只有20个名额 赶快打电话领取吧 最易被忽视的傻瓜癌 竟是大肠癌的别称 便秘 腹泻 都不应该被忽视 如何才能早期发现 早期预防 广告之后 节目精彩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创新理念技术 全生命周期 诊疗养一体 医疗连锁 对肠健病 慢病 疑难病 未病先防 育病防病 以病防措 育后防复 一人一方 辩证失智 造福百姓 助力健康中国马 大一经常 良医好药方先效 熬治后凡 医人心 高珍糖 倒地药材 密法炮制 好医好药 好高方 提高诊疗效果 为健康 保驾护航 欢迎回来 今天的健康朋友圈节目当中 请到了 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圣经医院 消化内科主任医师 林连杰教授 带您识别 身体里最容易被忽视的癌症 做到提早预防 同时呢 送福袋活动 还在继续 只要您打你电话 024-2318-6065 就有机会获得精美台力一份 记住今天的福袋口令 容易被忽视的傻瓜癌 那说到这个傻瓜癌呢 也就是肠癌的预警 编导刚刚给我们送上了 这么一盘形状 各异的粪便 说这个跟肠癌的识别有关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也太形象了 你看啊 这有球形成的 还有看起来略微显得干燥的 这都是粪便吗 林老师 是的 我们可以根据我们 大便看肠道是否健康 便便是否完美 完美的便便 就表示你的身体非常好 我们临床中 根据大便的水分含量 使用布里斯托大便分型 一共七型 首先看我们的一型 看到了吗 一个个像硬球一样的 我们就说羊粪蛋 它是很难通过的 非常非常的干燥 第二个例行 它是香肠状 也是非常干燥的 这两种都是考虑有便秘的问题 第三型是香肠状 但是表面有裂痕 第四型就是香肠或者蛇 我们临床也叫香蕉便 就是像香蕉一样非常非常的光滑 也没有裂痕 干系得体 这种是最理想的一个粪便 然后第五型呢 就是表面呢 相对有比较光滑 但是水分比刚才的多一点 容易通过比较柔软 有点稀了 有一点点稀了 第七型呢 就是边上更加的蓬松 水更多 我们叫像江湖一样叫胡氧便 比这个还要再多 再水一些 最后一型 第七型就是完全水氧便 没有固体形态 就是我们叫像水一样液体的 我们看分辨从水分的多少 这么一个排列 第四型就非常光滑的 是最理想的便型 当然水分稍微多一点 或者稍微少一点的 第三型和第五型也是可以了 如果像第一型或者第二型这种 水分少的 我们就说考虑有便秘了 第一 六型和第七型这种 水分特别多 胡氧便或者水氧便 就考虑有腹泻了 那除了分辨形状以外 还有哪些预警信号 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呢 这就是我们临床常说的 报警症状 主要指有变血 年夜血变 排便习惯改变 就刚才说的腹泻或者便秘 有不明原因的贫血 体重下降等等 但是这里面要注意 节肢肠癌的患者 有40%的人 是没有没有明显症状的 所以不能说我没有上述症状 我就排除我没得病 所以我们建议是说 节肢肠癌从40岁开始 上升速度增加了 50岁以上加重得更快 所以一般的人群 在50岁到75岁之间 无论你是否有报警症状 都要进行一个筛查 那林老师如果说我们 发现了自己 确实存在这些情况的话 那我想去检查一下 我应该检查什么呢 我想起了我之前 体检的时候就有一项是 验血查癌症 就这一项能查出来吗老师 所谓的验血查癌 实际查的是我们血液中的 肿瘤标记物 广泛来讲 如果肿瘤细胞分泌 或者人体细胞 对肿瘤细胞产生反应 产生的这些物质 都能够预示肿瘤的存在 它统称为肿瘤标记物 最为熟悉的体检套餐中 含有肿瘤相关抗原 或者说蛋白标志物 比如说常用的 癌配抗原CEA 它提示了我们 胃肠道有没有肿瘤 甲胎蛋白AFP 提供我们肝脏有没有肝癌 还有些肝瘤炎等等 这些检查异常 对我们的肿瘤有提示作用 但不是绝对的 那咱们说到肠癌的检查 肯定是离不开肠镜的 有很多人对于全瞒 还是有些害怕 如果说通过这个分辨的检查 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那就太好了 有这种效果呢 分辨检查是有提示作用的 如果有异常 你一定要去进一步查 但是呢它不能取代场景 我们首先讲讲这个分辨 最常用的是分辨饮血实验 它是节肢肠癌 无创筛查中最重要的方法 有免疫化学法 还有传统的化学法 现在呢 一般用免疫化学法 更加准确 推荐每年进行一次 还有分辨可以查DNA检测 主要针对节肢肠癌 脱落细胞中的基因突变 或者假结育化等特征 它可以和刚才说的免疫法 查浅血联合检查 提高检出率 用于人群的筛查 但是它的缺点比较 问题是什么 价格相对比较高 现在市面上质量比较好的 差不多一千多块钱 将近两千块钱去查它 所以第三个问题就说了 我们的节肠镜 是不可替代的 它是整个节肢肠癌 筛查环节中的核心环节 肠镜下可以进行活检 或者切除标本 做病理检测 这是个诊断的金标准 就像抓到脏物一样 那么肠镜下 另外还可以切除癌前病变 降低节肢肠癌的发病率 降低它的死亡风险 另外还可以发现一些 早期的癌前病变 所以我们都建议筛查 那么如何筛查 那么就是我们常问的一个问题了 一般是50岁到75岁的人权 无论存在报警 是否存在报警症状 都要进行一次筛查 首先有一个筛查 评分量表和分辨 如果这个人 评分量表或者分辨检查有异常 一定要去场景 如果说没有异常 那么推荐第一个 每年一次免疫化学法筛查 变前血 第二个 每一到三年一次 分辨的DNA检测 第三个 五到十年一次 高质量的结肠镜检查 那如果您要是对肠癌的预防 还有筛查 还有其他的疑惑的话 可以拨打咱们的栏目电话 024-2318-6065 我们会第一时间为您打一解惑 受了这么久筛查 预防也是关键 预防永远都是大过于治疗的 我们该怎么做好预防呢 李老师 你说的太对了 上医治胃病 就是要做好预防 第一个 首先要平衡饮食 多吃蔬菜 杂粮 还有水果 这些富含纤维素的食物 既喂饱了我们的肠道菌全 然后可以有益的细菌 产生创造更好的环境 另外 它也可以我们身体 提供了多种微生素 和微量元素 如果长时间大鱼大肉 高热量 高脂肪的饮食 不利于肠道菌群 健康的建立 那么它有利于 有害细菌的产生 那么就会 同时还会增加三高的风险 第二个 饮食的规范规律 作息非常重要 很多年轻人 起居不规律 动辄通宵熬夜 饮食不规律 鸡一顿饱一顿 喜欢尝试新鲜事物 长时间下来 肠道菌群失调 引发各种疾病 第三个 要适当的进步 可以进食一些 富含益生菌的食物 比如说酸奶 还有豆制品 发酵食品 要把 还有一些益生菌 也可以吃进去 在一定程度上 壮大我们肠道的 有益的细菌的产生 另外很重要的 切勿滥用抗生素 要重视体健 要重视尝静的筛查 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林连杰教授 带我们了解了 最易被忽视的傻瓜癌 肠癌 最好预防也是最高危的一种癌症 希望本期节目能够为您带来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年到北方海狗从俄罗斯为您甄选了具有异国风情的新年大礼包 俄罗斯涅夫斯基混装糖果超值组 这是一款在俄罗斯家喻户晓的明星产品 乃制品纯正 口感软而不腻 非常适合中国人的口味 涅夫斯基混装糖果的款式多种多样 无论是老年人喜欢的硬糖 水果糖 还是小朋友喜欢的巧克力糖果 品类齐全 现在下单马上快递到家 扫描屏幕二维码 进入小程序 或者微信搜索北方嗨购 直接购买吧 这一天出发 翻译问山边 白雪尽天地 并信你世界 心中的分寒 永远不费点 北京欢迎你 我们会尽见 构建文明乡村 创造美好生活 一风一俗 树立文明乡风 发掘更好的产品 寻找更好的原产品 记者实地体验调查 只为更好 北方嗨购 肖喘气管炎慢足肺 烟都有把握 本栏目感谢沈阳 烟都肖喘病医院特别支持 再次感谢林连杰教授 做客本期节目 肠癌不会突然出现 警惕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重视未尝到 重在预防和健康的筛查 我是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圣经医院 沈北院区消化科的 林连杰教授 我们下期见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想健康就到圈里来 明天晚上的20点20分 我们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见